费类梦书 基督耶稣的被求者宝露和蒂茂德弟兄 致书给我们可爱的合作者费类梦 并给姊妹阿培亚和我们的战友阿尔西坡 以及在你家中的教会 愿恩宠与平安 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 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时 我常感谢我的天主 因为听说你对主耶稣和对众圣徒 所表现的爱德与信德 我祈求天主 为使你因信德而怀有的慷慨发生功效 使你认清我们所能行的一切善事 都是为基督而行的 弟兄 我由于你的爱德 确实获得了极大的喜乐和安慰 因为借着你 圣徒们的心都舒畅了 为此 我虽然在基督内 能放心大胆地命你去做这件该做的事 可是 我这年老的暴露 如今且为基督耶稣做囚犯的 宁愿因着爱德求你 就是为我在缩链中缩生的儿子 敖乃西摩来求你 他曾一度为你是无用的 可是 如今为你为我 都有用了 我现今 把他给你打发回去 你收下他 他是我的心肝 我本来愿意 将他留在我这里 叫他替你服侍我 这位福音而被求的人 可是没有你的同意 我什么也不愿意做 好叫你所行的善 不是出于勉强 而是出于甘心 也许他暂时离开了你 是为叫你永远收下他 不再当一个奴隶 而是超过奴隶 做可爱的弟兄 他为我特别可爱 但为你 不拘是论肉身方面 或是论主方面 更加可爱 所以 若你以我为同志 就收留他 当作收留我吧 他若亏负了你 或欠下你什么 就算在我的账上吧 我保禄亲手签字 我必要偿还 至于你 你所欠于我的 竟是你本身 这我就不必对你说了 弟兄 望你使我在主内 得此恩惠 并在基督内 使我的心舒畅 我自信你必听从 才给你写了这信 我知道 这是超过我所说的 你也必做 同时 也请你给我准备 一个住处 因为我希望 因你们的祈祷 主必要把我赐予你们 为基督耶稣 与我一同 被囚的厄帕夫拉 我的合作者 马尔谷 阿里斯塔科 德马斯 路加 都问候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阿门